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清新儿就浪漫 低调却又温馨 而花椒大料更是在金月头条微头条爆料着 现场布置的人员非常多 昼夜不停 甚至赖刀直接躺在地上休息 豆姐不仅对婚礼现场的最终效果更加期待了 除了婚礼现场的布置被曝光 新郎和杰今天也永远偶遇到 而花椒大料在金月头条微头条爆料 这新郎和杰在大婚之日出现在酒店门口 和杰身穿黑色胯带背心搭配黑色短裤 戴着一顶蓝色的棒球帽 非常随意 即将开启婚礼的和杰看上去喜悦之情一语言表 在门口和工作人员一起热聊表现非常兴奋 他还先自营接亲朋好友倒入口处 不过别看和杰在那坎坎儿谈面色自若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他还是非常紧张 或许是张欣与和杰保密工作做得实在太好 网友们对于婚礼的好奇度越来越高 战微头条在作者at花椒大量发布后 很快就获得了138.8万阅读量 2178个赞 144 为头条网友在评论区发表言论 真本送上祝福新婚快乐 皆大欢喜 张欣与是个好女孩 你一定要在意 祝你们幸福 爷爷又表示羡慕张欣与的张欣与真的赚到了 又帅又美 随着婚礼仪式的开始 婚礼现场也被越来越多的曝光 剧网友视频爆料 张欣与身穿结白婚纱手拿捆花坐在床上 美若仙女 和杰单膝跪地为新娘穿鞋子 并说道不是新美是将美穿什么都好看 我跟你说没有鞋能承 则上我老婆 实在是太甜蜜了 现场的拜老拜娘团约为八人 拜娘们身穿浅蓝色的礼服站在一旁 美人手中似乎都还拿着一个红包 全程注视着新娘新郎两人的互动 伴郎则是穿着西装 站在靠墙的位置 脸上的笑容想必 也是为和杰能够娶到姜妻感到高兴吧 对于每个人来说结婚都是一辈子当中最为神圣的一件事 张欣与跟和杰经历了很多活着才能够在一起 想必他们也很珍惜这段缘分 祝福这一对新人能够永远恩爱甜蜜 大家应该非常期待之后能够再看到他们在婚礼现场举行典礼的照片吧 感兴趣的可以去今日头条 为头条 看看我 运营审核 您的内容编辑 额干将正能量追星 陪你放爱豆 本思福利强先想 爱豆自信一手抓 感谢观看